当我们想要用运动来提升我们的大脑功能的时候 我们要考量到的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这个运动的处方课程是不是有效 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融入 已经经过科学验证的有效成分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机微久式的课程 这是一个有效的课程 有效课程之外呢 我们还要确定当事者喜欢用这个课程 所以当事者喜不喜欢跟这个教科法 是不是有趣有成就感就有密切关系 再来就是即使他学了 如果他离开这个课程没有去用的话 他还是不会用 所以我们一个社会支持的环境 让他能够在这个离开这个课程之后呢 到生活当中还是能够继续使用 那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课程学校 让当事者持续的来接受我们的锻炼 他的身间回路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 那这稳定的身间回路就是一个稳定的能力 这稳定的能力就可以让他使用一辈子 变成是他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 到时再来 recip